naturale滴汐滴汐溢 車輯汐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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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歡迎收看小婆汐溢車資訊 我是當家車手阿蓁 SUZUKI的白牌ADV車款 V-STROM 250 SX 2022年在印度發表 經過漫長的等待 Suzuki 台灣總代理台零機車 終於正式導入這款 討論度極高的小遊鳥啦 V-Strom 250 SX 是Suzuki India 生產的車型 是與Gixxer Gixxer XF 共用平台開發而來的兄弟車款 既然稱之為V-Strom 外觀上自然也向家族老大哥 V-Strom 1050看齊 雖然是白牌集聚的入門車型 但V-Strom的招牌鳥嘴設計 仍完整保留 可說是相當的原汁原味 V-Strom 250 SX 全車外觀 採用新世代的造型與繪 開發團隊運用大量直線與銳利的線條 營造出科技感、現代感十足的 新世代Adventure 車型視覺印象 尤其在車身前半 加入了相當多細節 從油箱的殼鍵往前延伸 形成V-Strom 250 SX 的鳥嘴設計 而側殼與鳥嘴間的空間 則加入了進氣漆偏的造型 搭配鳥嘴兩側的延伸小翅膀 照看之下有點像近年流行的 雙層可見空力設計 而深色的塑膠飾板 也加入菱形咬花 中種設計可說是細節飽滿 在動力規格部分 V-Strom 250 SX 採用與 Gixxer 相同的 SoC S 單缸油冷引擎 這具249cc的 SOHC 4V 引擎 搭配六速往復式變速箱 能在7300轉輸出 22.2 Nm 的最大扭力 9300轉輸出 26.5p 最大馬力 雖然以同級距的引擎來說 表現不算亮眼 但是SoC S 主打的是低轉速大扭力 以及油冷系統所帶來的保養週期優勢 加上SEP 節能科技 V-Strom 250 SX 的油耗表現也相當出眾 而這些特點都非常適合台灣都會 需要走走停停的泳車樣態 接著是車輛配備部分 V-Strom 250 SX 的大燈 與 Gixxer 共用 LED 燈組 尾燈則是新設計的 LED 燈具 前後方向燈都採用傳統燈泡 V-Strom 250 SX 配備一組不可調風鏡 但設計上已可阻擋大部分的風壓 所謂原廠及配備把手護工 在日常騎乘與輕度越野時 都能為騎士雙手提供保護 而在引擎下方 還標配一組引擎下護板 可以有效保護引擎免受來自地形的傷害 腳踏上則有可拆式的腳踏橡膠 如果越野騎乘需求可以單獨拆卸 就會變成能應對泥泥環境的金屬腳踏 V-Strom 250 SX 外型雖然狂野 但其實也很適合日常代步的車款 在電發系統方面 配備了Suzuki的Easy Start一鍵啟動 在車頭旁邊設有一組5V2A的USB車充 旁邊還設有整線勾 避免充電線隨風飄搖 車尾部分設有一體式後扶手 兼具了後座墊與後扶手的功能 可以安裝後箱提升裝載能力 而把手設計適中讓騎士可以輕鬆牽動 167公斤重的V-Strom 250 SX 坐墊部分採用前後做分離設計 唯獨835mm的座高稍不清明 但是纖細的車身 讓足著性仍有不錯的表現 在性能配備方面 V-Strom 250 SX 採用前19後17吋的輪鏡設定 並配備馬迪斯的Max Explorer 多功能胎款 前叉採用一組形成為120mm的不可調正叉 前自動規格為一組 Bibrate單二卡鉗搭配固定碟 候選料為具備7段預載可調的單槍避震器 這種規格則是Bibrate單活塞卡鉗搭配固定碟 並且標配雙回路ABS系統 為騎士的行車安全把關 在台灣市場多功能車的選擇較少 想入門卻沒有適合的車款 大型多功能車太重又太高 中排量的車型又不夠親民 如果你想試卻不敢輕易出手 那麼輕巧好操控的V-Strom 250 SX 就會是最適合你的入門多功能車唷 看完V-Strom 250 SX的介紹 你覺得如何呢? 快留言跟我們分享吧!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、分享、加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是阿俊,我們下次見 掰掰